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松下幸之助战无不胜的奋斗三部曲 人生心得贴 在这本书里面松下幸之助提到了认真 认真是非常重要的 剑道比赛是需要佩戴护具的 就算我们被砍中了也不会流血 更加不会丧命 如果我们碰到真刀石枪的干 那一念之差就会立刻丢了小命 生死攸关来不得半点马虎 除在这种情况下的心理状态 才称得上是认真 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真刀石枪的对决 因此不管是多小的事情都要拼上心命认真的完成 人的一生啊没有病痛是不存在的 一辈子总会有那么几次静卧病床的体验 不过大家的程度不一样而已 人有衰老人有病痛最终呢 人人都有一死 如果一个人什么都没有 他还有死 有限 这两个有啊 他都是有的 圣经里面呢有一句话说 每一天都是新的 既然每一天都是新的 那每一天也都是好的 所以每一天啊 我们都应该充满期待的去过每一天 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准备 等到鱼停了之后呢 我们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以免啊再次被鱼淋湿 有一句古话 君子一日三变 这不是说君子像变色龙一样 那么善变不是 君子一日三变 指的是这个人呢 有弹性 有适应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生活一直都在变化 所以我们要有弹性 要调整自己 要有适应力 我想每一个人对改变变化呢 会有一种本性上的恐惧不安 每个人都是如此 我们也不需要害怕改变 让改变成为事物发展的动力 我们看到孩子们呢 精力旺盛 干什么都拼尽全力 对于大人给他们的回答 会费尽心思的去思考 最后想不通的话呢 还是会问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为什么呢 所以这个认真很重要 认真了之后 我们就各尽所能吧 让松树开出樱花是不可能的 牛发出麻的丝鸣也是不可能的 松树只能是松树 樱花只能是樱花 牛只能是牛 麻只能是麻 认真 然后各尽所能 认真就是对自己负责任 对别人负责任 对自己 对事情都负责任 所以谈到认真呢 一定要谈到负责任 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而不总是想要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 我们可不同于猫和狗 他们只要自己不顺心呢 就会毫无羞耻的撕咬伤害同类 人不一样 人和人之间呢 不一样 不要老把责任推给别人 自己要认真负责 难道不批评别人吗 不应该指责别人吗 通常不要 因为人呢 有一种人之常情 就是不愿意受到批评 你批评他 被批评的人不开心 你批评他 那你就开心了吗 也不会的 也不一定会留下愉快的记忆 所以能够不批评 尽量不去批评 这个是人之常情 关于认真呢 还包含一点 独立做决断 如果我们呢 习惯听命于人 一旦没有人发令 我们就不去行动 这也是很麻烦 那就算上司没有下达命令 下属也可以通过用心揣摩上司的意思 适时的恰当的主动推进工作 采取了这种灵活的工作模式 才能够带来无限的发展 不过做上司发号施令 并非意识 你发令之前呢 上司啊 要耐心听下属说话 听完之后要提问 如果和对方的想法有不同之处呢 要提醒对方注意 如果对方啊 没有思考到位 上司要摆事实讲道理 下属心灵神会了 哎 这个时候上司果断下命令 这样就叫下属幸福了 也是上司高超智慧的体现 如果下属不明就离 还要唯命是从 这是一种僵化的模式 风乍起啊 波涛汹涌 波涛汹涌呢 船就摇晃 如果我们想要船不摇晃 有时候强制它反而危险 可能导致啊 船只破损甚至轻浮 不可避免发生摇晃的时候 还是顺其自然吧 这也是一种策略 要认真对待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过去啊 有些日本的武士 他们训练武功的时候呢 要求将敌人做到一击毙命 如果不能做到一击毙命呢 他们认为是最大的耻辱 如果我们一个人历经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完成了99%的工作 如果因为最后的1% 不能够实现最后一搏最后一击 就好像等于一开始什么都没做 有些人后悔莫及的说 哎呀 我要是稍微用点心啊 稍微注点意啊 这些话都已经追悔莫及了 我们要有一颗一死不苟的心 将在工作中做不到一击毙命 视为最大的耻辱 这些都是认真的太多 不过呢 从另外一方面讲啊 再好的事情也不可能一举成功 所以要有认真的态度 不过做的时候呢 也要顺其自然 也不要冲动贸然去做某一件事情 贸然去做有可能有不合理之处 事情要一步一步完成 我们看动物园里面的动物啊 不用为食物发愁 规定的时间会享受丰富的食物 可是他们在被保护的围栏里 伸着懒腰打着哈欠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你们觉得他开心吗 那如果动物 驰骋在广袤无言的原野之上 那是不是幸福呢 尽管尽管他们的生命啊受到危险 可是这是不是真的幸福呢 人生啊不管是崎岖 还是平坦 拼命的思考是照亮这条道路的一盏关键的指路明灯 摔倒七次之后就爬起来八次 这是一种失败之后百折不挠的精神 很多人畏惧失败 其实我们更应该畏惧自己不够认真 行百事只成就了一件事 是成功还算是失败呢 很多人想要不劳而获的打到一本万利 这种啊是自私自利的行径 得逞于一时也没办法逍遥一世 可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挥汗如雨的工作是可敬的 不过如果总是这样工作 也是一种缺乏智慧的表现 就等同于今天你放着火车不坐 飞机不坐 你走路那可不行 比别人多干一个小时的精神是宝贵的 这是一种努力一种勤勉 不过要比过去少干一个小时 还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 那是更加宝贵的 体现了我们工作方式的进步 挥汗如雨的工作形象值得称道 如果我们减少流汗 轻松的工作形象更值得称道 今天的时代啊是一寸光阴一寸精 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 细心缜密固然重要 如果不能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去完成工作 不仅无法称得上是圆满完成 也没办法真正令人满意 那这一段话呢是告诉我们 除了要认真之外 我们还得有智慧 让我们的认真呢事半功倍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 拜拜